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目前的抗体检测数据推算 当地恐怕已经有270万人感染了 不过这也代表了纽约州的死亡率将从目前的6% 奏降到0.5% 有专家表示说阳光和湿热的环境可以抑制病毒的活性 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他可能会延长社交距离的防疫规范 或者是禁令已经让不少基层员工没了工作 美国的失业率飙升 根据劳工部昨天公布的报告指出 上个星期又有442万多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 累计过去五个星期以来 已经有两千六百万人丢了饭碗 那么由于许多美国人 他们是没有储蓄习惯的 没有收入就没有钱买食物 导致问题雪上加霜 包含佛州或者是德州等地的食物银行 天都还没有亮 就涌现了大批的车潮 大家都是来这领取免费的食物 要展开感染和抗体筛检 未来十二个月要针对三十万人裁检 牛津大学也首度的这个展开武汉肺炎疫苗的人体试验 这是欧洲第一次展开的武肺疫苗临床试验 将会有超过一千一百一十人 这个来参加第一批的试验 好 另外还有这位先前传出确诊 不过已经康复出院的英国首相强森 他是回家休养 那么最快下个星期一就会重返岗位 目前确诊人数有逼近七千人 死亡超过四百六十人 那么总统杜特地是多次的恐吓人民 像是如果不遵守禁足令 在外头啪啪噪的话 格杀勿润 或者是说大家得乖乖配合防疫政策 否则要派出军队和警察来接管 今天杜特地他要宣布 要延长社区的隔离 到五月十五号 还落狠话 点名共产党游击队新人民军 如果再不停止攻击的话 就要实施戒严 从二三号傍晚开始 要长达一个月的栽戒月 在这一段期间 白天的时候他们不能吃东西 黄昏呢 则是跟亲友一块吃开栽饭 并且前往清真寺礼拜 但是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多地的政府禁止人群聚集 这项长久以来的宗教传统 也备受冲击 像是日本 他们的防疫物资现在大缺货 因为在疫情初期的时候 他们没有管制 国内的存货是遭到中国人 横扫一空 现在才发现不够用了 赶快生产 但是要生产的时候 又发现口罩或者是口罩的原料有限 全球各国都在出价竞争 日本厂商得支付比其他国家多出好几倍的价格 才能够争取到这个珍贵的口罩原料 重要呢 因为你没有口罩的话 还会影响到学牙规划呢 我们再来看这是香港高中生大学的中学文凭考试 因为疫情已经二度延后了 今天上午终于登场 那么当局也规定考生必须全程戴口罩 进场的时候还要量体温 递交健康申请表等等 不过还是有考生担心 隔壁坐的就是感染者 形容自己是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抢进大学窄门 戴口罩的 但是美国人呢 向来都没有这个习惯 那么政府原本也是不鼓励 随着疫情持续的延烧 美国机管局政策大转弯 在这个月初才公开建议 美国的民众在公共场合 要戴上口罩 那么包含科罗拉多州等九个州 更强制民众要戴口罩 但还是很多美国人对口罩的种类 和用途傻傻分不清 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首席医药记者 古塔他就特别教导民众 怎么样选择 并且佩戴口罩 说到口罩 其实中国一直是相当量大的 这个出口国 那么现在受到疫情重创 其实各国纷纷考虑要减少 对于中国的依赖 当中也包含了被视为战略资源的稀土 美国唯一的稀土矿场最近也开始扩大招工 计划要提高产量 以及自主的提炼稀土 立平在今年底要重新启动 稀土提炼加工产业 的招牌摇摇欲坠了 我们现在还要带来了解 自从肺炎爆发以来 WHO的种种偏袒中国的举动 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像是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就批评说 WHO太过以中国为中心了 所以他决定要停止资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接受福斯新闻访问的时候 他也闹众话 说美国有可能永远不会再捐助 世界卫生组织了 不过中国却是在昨天宣布 会再追加 他折合九亿新台币这样子的金元 来给世卫 那么世卫也再度成为美中角立场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状况 备受外界关注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的防疫 记者会上的时候就说到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他们在四月二十一号的时候 率先全球独家报导说 金正恩手术病危的消息 是不正确的 川普也再次强调 他和金正恩关系很好 希望金正恩没有事情 至于被了资源吃紧 大阪金船要求确诊的医护人员 继续上班 广告回来带您关心 广告回来带您关心的是日本 现在武汉肺炎疫情 可以说是煞不住 急需口罩 还有消毒酒精等等物资 但是先前不但传出中央政府 发送的布口罩 瑕疵品太多了 还有各地酒厂制作的高浓度 消毒烈酒 也被不肖人士上网高价转卖 日本是从上个星期开始 对于全国美户家庭 发送两片的布口罩 但是有不少民众发现 布口罩里头出现毛发 宠宠的尸体 瓶管瑕疵大有问题 那么负责制作的两间企业 鑫河还有伊藤中商市 宣布要全面收回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酒厂 是开始生产酒精浓度超过七十 趴的烈酒作为替代消毒液 但是却被不肖人士上网 高价转卖 现在日本国税厅表示 此举有触法之嫌 未来会加强取缔 日本光是在昨天确诊人数 就有新增了四百三十六例 同时有二十九个人病逝 这是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最高的记录 各地医疗资源紧绷 但是在大阪竟然惊喘 有一间爆发院内感染的医院 因为人手不足 要求确诊的医护人员继续值班 确诊三百多人死亡 虽然当局祭出全国性的紧急事态 但是至今尚未达到减少八成 社交接触这样的目标 其中还有个令人相当担心的防疫破口 就是Pachinko小钢租店 不但是继续营业 有些店家还是人满为患 然后聚集在澳洲雪梨的海滩 这个星期一才重新开放 就立刻涌入了大批民众 让当局再度紧急关闭海滩 原本几个官员决定 其实大家只要保持好 1.5公尺的社交距离 就可以允许民众可以到这个海滩来运动 不过画面上看到 海滩上人山人海 也有许多人只是来晒日光运 根本不是来运动的 救生员虽然尽量的劝导民众 遵守规定 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出动警方 驱散人潮 临时关闭海滩 当局表示 海滩会在周末上午6到8点重新开放 接着会在下个星期一 再次的评估 是否要开放整个雪梨的海滩 那么同样是澳洲 我们还带来看到相当暖心的报道 有名住在黄金海岸的八岁小男孩 因为他的自己的名字呢 就叫做Corona 跟这个病毒的英文 血音相当的像 那么就遭到同学霸凌 直接叫他冠状病毒 小男孩把自己这样的遭遇 写信给先前 因为在澳洲拍电影的时候感染 在当地隔离了两个多星期的 好莱坞大咖影星 汤姆汉克 汤姆汉克 他还真的回信鼓励小男孩 甚至还送了他一台叫做Corona牌的 古董打字机 疫情我国外交部跟AIT 美国在台协会上个月十八号 共同发表了台美防疫伙伴 关系联合声明 这一回进一步的合作 科技政委唐凤 还有AIT共同举办了台美防疫松 号召全球的人才 针对六大防疫主题 提出应用方案 获胜的前五组 他们的创新想法 有机会能被落实 我们有陈时中 广告回来要带你来看看 美国版本的陈时中 佛奇 全球防疫大作战 我们台湾有铁人部长陈时中来领军 那么在美国呢 则是由这位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 佛奇来扛起重责 这位在公卫领域有三四十年经验的专家 每一天在电视萤幕前 冷静理性的进行疫情简报 那么碰上海 美国总统川普有意见相组的时候 他也是直言不会的 那么正是这种讲求科学事实的专业态度 不但成为安定人心的力量 也让他人气暴增 现在坊间甚至还出现 他的周边产品 在武汉肺炎疫情肆虐之下 F1赛车复赛遥遥无奇 但是豪门车队麦凯仁 却响应了英国政府的抗疫计划 把研发中心转型来投入制造呼吸器 讯息最后带你一块来看看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您持续锁定民事各节 整点新闻